近日,武汉大学发布通告,2020年樱花开放期间,该校校园实行严格封闭管理,不对社会公众开放,为满足师生员工、校友以及社会公众赏应需求,学校将与多家媒体合作,在武汉大学樱花盛花期免费开放10天左右网络云赏应通道,全方位展示樱花盛开的美景。 对此,部分武汉市民在受访时表示,在疫情期间,通过网络云赏应也不是为一种具有仪式感的打卡方式。 然后更高兴地看到那里的樱花到底有多壮观,我也和我的朋友们约好了,到时候一起守在屏幕前云赏应,我相信这也是一种仪式感吧,能让我们宅在家里的人们可以感受到春天来了这样的一种仪式感。 据武汉大学发布的通告显示,五大核心区域自3月13号起开始封控,解除封控时间根据花期情况确定。 樱花开放期间,学校封闭校门,除执行防疫任务人员凭学校指挥部证明通行外,严禁其他校内外车辆和人员通行。 武汉封城已经50多天,居民在家看着窗外灿烂的阳光,内心也一定很想知道景色是如何的美妙。 云赏应不仅让我们足不出户享受到窗外的美景,并且也激励着大家再多坚持一会儿,胜利的曙光就会来到,而这个城市的美丽依旧在这里等着我们。 通告指出,武汉大学决定推迟春季开学时间,在外地的学生要主动配合当地相关部门做好疫情防控,未经批准不得提前返校。 武汉大学云赏应活动的具体信息将提前通过学校官方微信发布。